Hello 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的一個綠寶石碧馬 上次應該是說到打到天王之後就去了那個島 大吳的島 但之後的劇情我不太記得了 不要緊,我先做了我記得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來到這個火箭中心 上次我們有說到這個Galaga O,我沒有跟他說話 試試我們跟他說話 必須調查一下地下室,聖元品有沒有被火箭隊偷走 雖然我連實驗樣品都還沒打開看 OK 啊,這個屬性空啊 其實屬性空對我來說都沒什麼必要 不過你可以照看劇情的 實驗品是屬性空作為以太基金的秘密研究 在研發出AR系統前犧牲了無數精靈的實驗品 一切都是為了應對1920的襲擊 原來德文公司藉了以太基金的力量 是這樣?我沒有辦法接受 你是嗎?你就假裝把我打到把他放走吧 不是吧,這樣也行 叫聲 哇,劇毒 反射壁 光場 唉,開錯技 都打不進我,他用那招有什麼東西 李魚龍應該是比他快的 李魚龍呢 啪啪啪 喂,不是吧,這樣也不死 不要緊,我們有諮詢歌星 我看見他,他有毒系 他有多厲害 唉唷,一招氣炸打爆了 Bankerline Mega地震 哇,勁狗 尖攻 蛤,死了這隻要 嗯 可以轉一轉,夾過來 紅頭地鼠地震 哎唷,神速啊 幸好我也有加速技的地鐵 哦,輸了 草成劫 原來是佐羅亞克 啊,不夠他快 看來都是李魚龍出場的時候 龍武龍武 這個是看來都是男人的 pert 虎 ıyorum 對啊 都這樣 很 eager 然後 龍頭地鼠的標的快 呃 你不會開這個情況沒的話 你不會這樣子吧 你會這樣做嗎 哇,這樣被他冤枉了我這麼多血 換衝,夾飯吧 草成傑,這隻是那隻佐拿哈 長毛巨摩 光場 靈魂衝擊 反射壁 欺詐 再欺詐 斑格拉 這隻是Mega 咬碎 飛震 OK 飛震 打你不死 沙布還有一彎 飛震 OMG 這個竟然打不贏我 因為他一開始有劇毒這些麻煩 這隻是龍頭地鼠 劍武 劍武 飛震 蛤 月衣貝你都帶一血筋 過分的 你這樣 不應該這樣 火場 反射壁 火炸 打不同火炸 會滅 你魚龍的 破木 嘩,太差了一點 光之黏土 靜貓 靜貓 直接幫他換作命運 要是他死要是我死 就這樣吧 先來反射壁 收光場 命運攻擊不斷用 殺不了 還是打不中? 只想個性 這裡應該是佐羅亞恨 重墓 水技 血汗太害怕了 神速 神速路怕 弄錯幾 龍頭地鼠吧,既然他要屈就被他屈 他要慢慢屈 既然我們慢慢屈他 雖然其實我屈,老實說 因為他不斷 銀盤戰獸我走 神功力 我是嗎? 早知道不用什麼 Mega 尖弓 OK 地震 應該贏 贏了 Mega石 Ez石 地震 好 搞定 差一點 見到敗波就沒有守護後面加波的職責 交給你 要抓走還是放走 我未路不知後會有期了 屬性空的事拜託你 我們先去抓吧 雖然我 老實說我未必會用到 哎呀,不好意思 瞬間秒殺了 可以嗎? 算了,我們稍後回來再抓吧 這隻其實我也不算很緊急要用 因為屬性空 我自己覺得很難配合 在我的隊伍裡面 我不知道怎樣配合才可以配合到 屬性空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到德文公司 因為大午叫我們去找他 德文公司就是這裡 卡拉芝士的那個 靈鶴集裝置的地方 這裡 難道是這裡 地下室 咦? 馬基亞娜 是嗎? 馬基亞娜 我沒記錯 馬基亞娜 這隻還要是 變了形態 變態的一個馬基亞娜 好,大午在這裡 好,感謝你特意前來 之前的會議臨時中退 因為出現了 比當前的究極之動更加大問題 快過去跟我父親一起了解 這個是你父親 霍之旗 不,知霍 知霍旗 想不到大午等的是你 在這裡恭喜你成為新任的故軍 想當你大午多是你的年紀 當時大午還是廢柴鵪鵪鵪 什麼都做不到 苦親現在不是懷舊的事 應該又更加重要 對… 跟你說歷史 距今三千年前 在一片遙遠的地區 曾經發生了一次 一場驚天動地的戰爭 最後戰爭因為一個人製造的武器結束了 你知不知道 是什麼能源驅使這麼強大的最終兵器 是精靈的生命之力 那個武器犧牲了很多精靈才能獲得強大的能量 當然很多人認為他應該被譴責 但我祖父前任德文社長就這麼說 我們如果不使用這個力量 來改進這個人類和精靈的生活嗎? 於是德文公司創造了最偉大的製造無限能量 多虧這股無限能量 德文公司才可以在這個風園獨樹一次 並發展成為現在這樣壯大的世界級大公司 你支持的很好奇 德文公司的部件竟然是用你驅動潛水艇的無限能源 我們最近已經開始進一步發展 為了人類更長遠發展的一個計劃 我們將會以暴到大空 在這個宇航中心發射的火箭就是用了無限能量 是夢的結晶 也就是我們激情我們的科技 但我沒想過他竟然成為了拯救世界的最後希望 好抱怨我這個開題有點長了 我們入正題 我知道了 這個壓倒性的災難正在迫近 一火超過6英里巨大的隕石正在撞我們的星球 宇航中心第一時間已經聯絡了我們 指標了這個災難即將降臨 我們在對策需要用到火箭 為了計劃成功實行我們需要流星的碎片 但你現在立即去找這個碎片 為了解決危機快點幫我們 在石之洞窟有個壁畫 裏面隱藏著一個特殊的隕石碎片 請你幫我們拿走 石之洞窟 在這裡交給你 貓車在搶著鎖匙 Mega石 事出突然曾經風源都有流傳著現在狀況的預言 猜不到真的預示了千年前的預言 石之洞窟的碎片交給你 石之洞窟在哪裡 石之洞窟 那裡叫石之洞窟 好了 根據我查過上網的一些地圖 石之洞窟真的是這個地方 就在這裡 但我忘記了走的方向 不要緊 我們都成功過來了 但我們這個位置是不是要用閃光 對 對 這樣就糟糕了 這個 我們不要比加超 比加超其實 很難用到 通常一用就死了 所以就沒辦法用它 蛤?你竟然不懂的 那誰會閃光啊 象徵鳥懂不懂 他超難力是應該會發光 行了行了 象徵鳥OK 不要起風 重力反而更厲害 重力真的 有點用途 閃光 OK 上面這個壁畫 難道就是上面那個壁畫? 難道就是上面那個壁畫? 可以踩單車 古助組有準備 單車 任速單車 任速小指 OK 可以 可以 13個卡士 這些沒有什麼用的 我們先吃個噴霧 蚊帕水 精靈球 北面之石 Mega石 大鋼蛇Mega 大鋼蛇Mega 好難用 有少少難用 這裡去哪裡 收拾東西 蛤 有什麼用在這裡 兜了一圈 兜了一圈 是不是這裡 蛤 上到這裡了 暗影爪 是不是這個 這是熔岩屯 看來真的跟壁畫上一樣 原始回歸 而另一隻就是Mega進化 我想這個石板確實實證明了流星之文的千年預言 我們的先祖傳給我們怎樣守衛世界 石壁相看來同一類 看來我們的祖先都曾經居住在這裡 怎樣防止這個宇宙力威脅 正如預言所說 自比天國更高 蛤!你來了 我們似乎遇得大麻煩 你也對這個感興趣 或者說你來是另有目的 比如說 你拿一塊 被生存於天國之上的傳說精靈提供能源的流星碎片 我就很欣賞你 但這裡絕對不可以讓步 火箭對希加蘭 真真 凡是因為恐龍想贏 靈魂衝擊 好 好 好 我們的長毛背魔太厲害了 這裡我們不要念力 好 嘩!還可以打到 嘩! 猛尿 還可以再打兩下 太厲害了 教父母的舌頭 哈哈哈哈 羞辱對手用舌頭 很激烈的對戰 告訴我消息給你聽 在剛才的過程 我已經偷了Mega手環 什麼? 碎片偷在我後面 拿吧 穩石碎片 你找到了 如果你找到 跟我們碰面 搶了Mega手環 糟了 這個已經是第七單 你快點過來回合 我已經知道它的藏身 但你必須把碎片交給宇航中心 轉換穩石能量 OK 是不是真的沒有Mega 嘗嘗 是不是真的沒有Mega 劇情真的做得那麼足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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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Mega石不見了 Mega手環 石還在 但手環不見了 好,我們看看上面 宇航中心 這裡 把碎片交給它做什麼能量 去破壞我的殷石 這條嗎 這條嗎 這條謀呢 不是 咦,來了 大五 現在又想說 好,你終於來到 這張碎片帶來了 來得正好 聽說你也懂得索藍絲博士 不懂 當然我想你已經聽說過 我們確實的計劃是用無限能量 從Mega石發現人類生命能量搭載我們的火箭 我們將會以人工複製Mega進化時產生的巨大能量 然後在太空中燃燒這份能量 在宇宙最靠近和最好的座標爆發能量 將它擊破 希望將隕石擊碎為小顆 燃燒在大氣層減少對我們星球的傷害 有個大膽的計劃 這個計劃有多少成功率 剛剛說了 這個隕石的尺寸比觀測時更加大了 嗯 根據我們的航空員和研究員 觀測兩天前和今天比 爆刺變大 從這個觀測而發現那顆磁石 竟然有特殊的磁場 將周圍的碎射吸引過 好啦我們都不太清楚 我們還有一個備用的 如果能量發射器不足以毀滅 我們還有足夠時間將無限能量製成超級炸彈 用自動磚頭機 整幾個能量炸彈埋入隕石 之後就可以爆炸 根據這個觀測儀 看來還有32日就會爆了 隕石撞地球 問題來了 我們為了令這個計劃完整的殺行 我們需要進行兩次的往返隕石和地球 第一次要看看隕石的路徑和質量 第二次就要實行這個計劃 所以第一次需要較多的研究人員一起同行 所以希望大吳和我一起同行 噢!這就是你的計劃 看來你不像遊客 噢!我是希加拿 是小小Benz 太空旅行 抱歉小妹妹我們在談一些重要的事情 嗨!能夠見到你 我想你呢 看來是想到一塊去 不知道說什麼 你想做什麼 我知道了你的計劃 超古代精靈危機之前 你就知道隕石即將撞擊 但你還想隱瞞世人 掛這個宇宙是非 這麼天大的秘密 想隱瞞到什麼時候 我在上一次火癌隊襲擊的時候 已經讀過你的提案了 你究竟是? 我們是新生的火癌隊 沒錯我們是新生火癌隊 雖然赤炎蟲已經不再領到我們 但我們的組織不會瓦解 火癌隊連夠偷這個Megaset 連我的手癌都 德文公司都在調查各種訓練師的資料 誰擁有石就可以將它Mega進化 一切都被你們標記起來 你們估計預先已經準備找他們幫忙 但很不巧地我們幾乎將名單上所有訓練家的石都拿到 雖然部分石仍未記載 但我們知道了 你身上都有 前聯盟冠軍 什麼? 父親既然已經秘密收集這些資料流出了 現在不是搞這些事有了 火癌隊 你們目的是什麼? 博士 你打算重現3000年前的歷史嗎? 而且這次還犯了一個比過去更恐怖的錯誤 人第一次想用這個技術 已經是3000年前的戰爭 犧牲了無數的生命 認為是對人類好? 如果我曾經聽說的原來是真的 你們的計劃甚至會更加麻煩 這位小妹妹 你是寧可我們坐在那裡 雙手是不是等這個隕石撞我們 對這位前冠軍你真是個單純 我想將希望寄附給... 又是我? 新生火癌隊 玩完了 你已經死了 你已經死了 衝轉這隻 Mega進化 天真 太天真了 最強沙隊雙顏斌 秒天秒地 不過是新冠軍實力 就算沒有Mega都有這樣的實力 運石到手了 拜拜 不過是新冠軍 但作為繼承者 我都不會輸給你的 單打 單打 太失望了 單打就 佔攻 你換了 他為何不贏我 他 wrong quarters 英波第 fucking 打不中 他 我 bearings 死魚龍,龍武,咬水,咬水,黑魔,黑魔,顧流流,他有一隻挺有趣的精靈 我記得是ORS也曾經出現過 我們順便給你,特民公司做事是錯的,這是他們血與淚結晉無限能量的使用方式 這種毀滅性的方式就是他們弄盡老汁林 你想一下,在讀過Proposal我就看到他們解放能量之後會對星球有多大危害 突然很熱,碎片得到了文露暈射 暈射這個碎片突然亮起一陣光發生了變化,或者之間戰鬥感應到什麼 這個特殊碎片交給你 切亂版古君真的很恐怖,走吧我們 博士這個隕石被人拿走了,但放心了我已經知道他們的藏身之處 似乎人交給我 又是我? 雖然隕石碎片被人搶了,但跟剛才的戰鬥當中 他們身上有碎石在衣服上面 那些碎石的顏色和氣味很肯定是流星瀑布 我已經嗅到了,靠我的鼻子 喜歡你一網打盡,我會在流星瀑布等你 拜託你 OK 這個劇情也挺有趣,好像很激烈 這個劇情挺有趣 但我們今集時間玩了那麼多,我們下集再繼續這個救援露寶Z5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拜拜 拜拜